大家好,我是无情小美妞,带您两分钟看完如意芳飞第33集,那是如意楼的联络暗号,只要妇容有危险,如意楼中人只要看见这个镯子就会拼尽全力相救,并且如意楼的密室被腾空,有如意死的十分仓促,小七断定这不是自杀,是背后有人故意为之,他们追杀小七小八,四处打听如意楼令牌下落,而如意楼所有人只认令牌不认人,此人寻令牌一定是想掌控如意楼,如意楼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。 虽然并不直接造成影响,但之前其策和董芳里,乃至后来的安王徐茂与姓都侯张耀成都与他有牵连,徐晋不想芙蓉烫着滩浑水,但芙蓉意已决,事关柳如意的死,他不能放手不管,边关仗阳城,镇北将军窦延正在排兵布阵,忽然收到急报,称玄翰铁骑以攻破城门踏入城内,面对敌军数万,窦延看了看地图,他有一计,显之又显,但或许可以保住仗阳城,芙蓉知道徐晋还在生闷气, 所幸奉上汤庚,但徐晋来无影去无踪,一阵风一样走到他身边把他吓一跳,据说这是徐晋师父镇北将军教他的,芙蓉对这位老将军更是尊敬有加,他们约定等以后安稳下来一起去仗阳拜访他老人家,玄翰宫城而入,窦延投敌叛变,皇帝知道大怒,徐晋立刻赶入宫中,只有四过堂的城王高兴至极,他卖给玄翰的城防图,成为他们攻下仗阳的关键,最解气的是徐晋的师父窦延叛变, 他看徐晋还能春风得一到几时,果然,皇帝要处置京城中窦延的家眷,徐晋不顾龙颜大怒拦下此事,恳请带兵出战,但皇帝怕他急功冒进,另转了怀王带兵增援,下了朝堂怀王遇见清平县主齐竹,得知他要去边关一战,齐竹有些担心,将入宫前求得的平安扶赠与他,希望他采旋,而徐晋这边也得到消息,玄翰特地趁赵阳城兵马调动,城内守防薄弱之际大军压境, 一定是有人里外勾结泄露城防图,窦言投敌一定是另有打算,徐晋庆祝他宁可战死也不投降,绝不会如传言那般通敌叛国, 妇荣已经在门外看了很久,店内的徐晋与吴白琪葛穿他们商议要事,几个时辰也不见出来,他索性作罢,等徐晋回到屋房妇荣已倒在树岸上睡着了, 问了蓝香才知道他今日去了镇北将军府,为老夫人抓了药炖了汤,还为他也准备了一份汤,此刻就在说岸上, 妇荣这是替他去看望师娘了,徐晋心内感激,将他安顿在床榻上,徐徐进入梦乡,这次梦中徐晋终于挑开了那个红盖头,盖头嫁了新娘是妇荣,原来一切都不曾更改, 他最后还是娶了芙蓉为妻,次日一早在与芙蓉一对质,吉昌城他趁乱吻过的女子就是芙蓉,那双秀花鞋也是芙蓉娘亲所秀,通过雇员的消息,安王要定芙蓉已然知晓如意楼这面目, 索心放出些消息从中作梗,如意楼的小五曾经也受过柳如意恩惠,芙蓉对他也有些许印象,他跑来宿王府找到芙蓉,告诉他柳如意帮助其策做过不少事,又以董文妖蝎逼死董方理, 踢些吉昌城上开仰,用天狗时日炸了泰山,后来还要谋害宿王,芙蓉不信,柳如意为人绝不是如此, 但徐静拿出柳如意的那枚藤云针,那晚的黑衣人想要携带账本,离开使用的就是这个武器,徐静认为柳如意的确如小五所说, 芙蓉坚决不信,于是二人有了分歧,西河郡主惦记徐静有伤前来探望,正好在门口撞见, 刚吵完架,要去如意楼的芙蓉,此时文行带着马车前来,说军水先生要见芙蓉,西河郡主怎么看文行都觉得眼熟, 那不是安王的贴身侍卫吗?他赶忙命丫鬟跟上去看看,自己进王府找徐静去, 谁知见了徐静话没说几句,边关传来消息,平塞被迫皇帝下令软禁郑北将军家眷, 徐静立刻进攻,但皇帝此刻最不想看见的就是他,此去无功而返,见了安王, 芙蓉顺便问及他上次的伤势,这才从安王嘴里得知那日徐静也去清风寨, 并且身负重伤,而这些徐静从未对他说过,徐静出了攻门,下定决心, 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,此时西河郡主也跟上了,说了刚才他觉得奇怪的事情, 芙蓉上了安王侍卫的车,却去了居水小住,于是芙蓉离开居水小住时, 徐静飞上而上,切断了安王的面具,原来居水先生就是自己这位好皇叔, 回到宋王府徐静便大发雷霆,说了要芙蓉不管如一楼他不听, 不要和安王走得太近他也不管,和别的男子关系如此亲密, 皇帝逐渐不喜徐静,斗言楚静紧张,这些都是因为芙蓉, 他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娶了芙蓉,但他说出这些话根本不像他, 亲至做不义,记得关注我看下一集哦。 感谢 asked,